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铭 继续给大家跟我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 狱中会战 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 武廷林居然敢向自己的后方突围 毫无准备 等到日军急忙调动部队拦截的时候 已经晚了 5月25日上午 洛阳守军的主力已经顺利突围 由此长达21天的洛阳攻防战结束了 最终城内 包括伤命员在内的3000多人 只有不到2000多人突围出城 期间又死伤了近千人 只有一千多人幸存 留在城内的一千多伤命员 多被日军俘虏 加上日军在洛阳外卫俘虏的 2000多伤命员 一共是3000人 此战洛阳虽然沦陷 却坚守了长达三周的时间 为主力的撤退 赢得了最为宝贵的时间 由于洛阳保卫战的牵制 日军既没有集中兵力 追击撤退到玉西的国军主力 也没有及时发动 攻打同关的领保战役 日军为了占领洛阳 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 更是消耗了大量的弹药补给 严重影响了后续的作战 最终玉西国军从容撤退 完成了集结 稍后 潘安博的十三军 更是参加了贵柳会战 洛阳也被领保战役争取了时间 本来这一线 仅有两个残破不全的集团军 也有孙维如的第四集团军 和李家裕的三六集团军 总兵力才一万人 进攻的日军有两万多人 无论如何挡不住 正是洛阳保卫战争取了时间 湖东南第八战区的五个主力军 赶赴豫荣增援 最终击溃了向领保进攻的日军 还击毙了日军一个旅团长 大获全胜 洛阳保卫战结束的时候 日军搜索城内 将伤命员和来不及撤退的 领场官兵尽千人俘虏 日军把他们全部关押在 火车站外的天主教堂内 几天内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 天气炎热 饥渴难耐 日军还将俘虏的财物收走 最后压到东湾铁路附近一个大坑 要机体枪决 不过最终日军并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屠杀战俘 这主要是因为 这个时候已经是1944年 日军已经明白战争十五八九会失败 所以一些较为聪明的日军军官 不愿意承担屠杀战俘的罪名 有所收敛 再一个呢 日军此时已经奉行以华制华 希望扩充汪伟政权的实力 让日军早点出身 而汪精卫也急需建立自己的军队 和日军争权 所以要求所有的战俘都归属他控制 因此很多被俘的国军官兵并没有被处决 而是交给了汪伟 第三 此时日军陷入到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境地 急需民夫 所以一些战俘也被编阻起来 送到后方做苦工 不能随便被杀死 因此日军占领洛阳之后 并没有把战俘全部都杀死 一部分转交给了汪伟政府 一部分则运回国内做苦力 对于那些被运到日本国内的中国战俘 自然是受尽了虐待 直到日本投降 他们才被美军解救回到了国内 洛阳保卫战从龙门高地作战算起 也就是从5月4日到5月25日 前后坚持了长达21天之久 防御洛阳的第15军64、65师 再加上94师 加上刘勘兵团两个主力师 一共不过2万多人 何为洛阳的日军总数5万多人 其中直接攻击15军的日军 前后高达2万多人 而15军不过是1万5千人 这次洛阳保卫战中 国军守军2万多人 一共伤亡失踪了1万7千人以上 伤亡的军官高达530人之多 另外还有3000多的伤兵难以转移被俘 其中15军伤亡最为惨重 1万5千人在后方集结的时候 只剩下军官316人 士兵1795人 一共才2000人 后续一些被打散被俘的官兵 陆续归队 总数也不过1000人 两者相加 一共幸存下来3000人 等于洛阳守军1万5千人 死伤失踪高达1万2千人 几乎是贫光 我们先要记住的是 洛阳保卫战 国军伤亡失踪五分之四 坚守长达21天之久 造成日军伤亡七八千人 这种惨烈的战役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 也是极为罕见的 洛阳保卫战 它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洛阳保卫战发生的时候 洛阳防线已经不可守 日军从四面合为洛阳 试图歼灭这里的国军主力 如果国军主力不战而逃 日军立即会北随追击 占领整合玉西 并且杀入陕西 所以洛阳不可守 但又不可不守 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 坚守洛阳 为大部队的吸撤 争取时间 只要洛阳一天不失手 日军就无法全力追击 国军就可以完成 在玉西的集结整理 进而反攻日军 所以洛阳必须坚守 多守一天也好 吴廷林将军率领了十五军 担负下了这个任务 在整个玉中会战中 洛阳保卫战持续时间最长 歼灭日军最多 同样伤亡也最惨重 仅次于取舱保卫战 洛阳保卫战的战绩 是中央军刘勘军军团 和郑聪军 吴廷林的十五军 共同创造的 无论是中央军 还是地方军 他们都是国军的英雄 是中国军人的英雄 也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英雄 那么玉中会战的第四阶段 就是领保战役 我们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 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讲完玉中会战 我们再回到李仙周的身上 李仙周率领了二八集团军 在玉中会战爆发的时候 处于第一线 所以损失比较大 在玉中会战之后 他率领二八集团军 仍然在玉西南和陕南一带活动 不过这个时候的二八集团军 元气大伤 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 二八集团军被取消了翻号 部队被重新整编 李仙周实际上失掉了兵权 那么在开始讲李仙周 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之前 我们再来补充的讲一下 李仙周在抗战期间 做的一件好事 就是他办学校 李仙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收留了一大批 沦陷区的流亡青年 为百废待兴的华夏民族 留下了希望的种子 讲大时代人物的时候 我反复强调过 那个时代 很多国军将领 都有保护教育 兴办教育的意识 这是极其难得的 这说明 在他们内心的深处 仍然在考虑着 他的家乡 他所统治的区域 乃至这个国家的未来 这也为我们民族的复兴 奠定了基础 李仙周也是其中一位 1941年 时任二八集团军总司令的 李仙周率领92军 驻扎在安徽府阳 当时从山东逃出来很多青年学生 来到府阳 向92军军部求助 李仙周指示军部暂时收容 管吃管住 那么更多的青少年 文风而来 李仙周觉得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 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 既不能使他们正式的参军 也不能让他们长期流落 应该有一个长久之机 经过反复的思考 又和当地的士绅一再商量 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1942年春创办了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 私立成城中学 学校成立之后 轮陷区的各地家长纷纷的把孩子送到府阳 学的数量日益增多 学校的规模也是一再扩大 为了学校能够存在和发展 李仙周决定向重庆申请改为国立 当时国立中学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 办学经费 包括学生的生活费用 都是由教育部负责 成城中学改国立 当时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没有兴趣 认为既然是爱国青年 就应该编入军队 李仙周大惊失色 跟蒋介石发电报说 招兵是招兵 招生是招生 如果山东父老 以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 对政府会失去信心 他这个黄埔一期的学生 对不住校长 随后呢 蒋介石就让李仙周去找陈立夫 陈立夫主管青年政策 长期担任教育部长 成城中学改制 陈立夫愿意促成 但当时管理财政的人有意义 认为流亡学生是一个无底洞 必须停止 李仙周当时就招了急 就问他们 你们懂不懂 青年是麦苗古种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难谷 后来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 《成败之鉴》里写道 当时他不顾行政院 政务处和财政部 内部人员的反对 批准了就地战区 也就是沦陷区青年的方案 沦陷区青年 在后方中等以上的学校读书 由国库支给代金 书中陈立夫说 这一笔庞大的费用 在国家财务支出上 仅次于军费 1943年春 私立成城中学改制成功 定名为国立第22中 战时的公务非常繁忙 但李仙周对学校的事情 始终是放在心上 他对学校的定位非常明确 他常常对学校的负责人说 咱们是办文学校 不是办武学校 他以校长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对地方的士绅 非常的谦逊 对教师礼遇 学生管他叫总司令 他总是更正说 我是你们的校长 不是总司令 他对学生的关怀 可谓是无微不至 他视察学校 很少会惊动学生的日常生活 多半是先到办公室 和教师谈谈 再去厨房和厕所看看 查看一下卫生情况 然后策马而去 操场上有几口 放开水的水缸 供学生引用 有一次李仙周 特意的吩咐吹士班长 别让那些孩子喝生水 开水要管够 水缸不许见底 此言一出 开水用之不竭 学生们可以舒服的喝着开水 可事务处的工作人员 因为木柴的消耗激增 而大伤脑筋 学校有段时间经常断粮 李仙周很着急 四处募粮 有的时候吃来不及磨成面粉的麦粒 或者黄豆磨成粉做成的馒头 虽然脏痛和腹瀉的事情 是有发生 但好歹能吃饱肚子 学生们也是非常感激的 就突然有一天 菜盆里出现了红烧肉 大米饭的成色也合乎标准 大家正在惊喜和诧异的时候 只见李仙周来到了开饭的大操场 他后面跟着一群长方马褂的地方士绅 再后面是二分校的教职员 这一干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有一个白胡子的士绅 再三的叹息 说这些孩子受苦了 几天之后 运粮的独楼车 一辆接一辆满载而来 一连运了几天才停止 原来李仙周那天把府阳的富商巨身 都请来参观 当场募粮 有一个大商人 当场就提笔写了三万斤 有一年青年节 全校大集合举行了庆典仪式 汤伯和祖国 于学忠等几位著名的将领都到场 并且登台致辞 李仙周不但登台训话 还检阅了学生队伍 站在台上的李仙周 面露微笑 骄傲地宣布 成中中学已经由教育部核准 改为国力22中 李仙周说 我感谢山东父老对我的信任 我绝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能带十万大军 也一定能带好你们这些娃娃 虽然李仙周守卧重兵 而那个时候又是乱世 中国有句老话 乱世用重点 可是李仙周在处理学生风潮的时候 却能够做到心平气和 宽容开明 有一次一位老师当着学生的面 说了有损于李仙周的话 那个时候学生们对李仙周特别的敬仰 这句话犯了众怒 有一天升级之后 解散之前 几位高年级同学对教官说 要借这个机会和同学们说几件事情 学校的演讲冠军彭丽时率先登台 他口台很好 几句话就把全场的情绪鼓动起来 他说我们都是失学的青年 总司令为我们办了这个学校 我们父母做不到的事情 校长做到了 我们感激他 我们爱戴他 如今竟然有人侮辱他 蔑视他 我们应该怎么办 台下的学生大声其呼 把他赶出去 面临这种失控的情况 教官和老师们都手足无措 就在这个时候 立正号响了 这表示李仙周进了校门 李仙周大步的直奔讲台 致军训教官的敬礼于不顾 咬着台上大吼一声 叫他下来 彭丽时跑步下台 将他敬礼 李仙周连正眼都没有看他一下 李仙周站在台上 气呼呼的追问理由 一手掏出怀表 现三分钟答复 有位同学把事件的原委介绍了一遍 李仙周不信 说还有谁听见了 有七八个同学一起举手 李仙周说 好 好样的 吩咐卫兵把这几个人带走 他拉长了脸 训了几句话 警告大家要用功读书 几个人被带走之后 学生们都很惊恐 以为李仙周会使用杀鸡敬猴的手段 第二天 他们回来了 据说李仙周把他们交给参谋长 追问闹事的原因 然后参谋长把他们交给了警卫营长 营长叫他们和士兵一同吃晚饭 到禁闭室睡觉 整个事件 李仙周既没有将那位老师开出出校 也没有处罚那些学生领袖 他只是对22中的老师们 撂下了两句话 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 子弟走偏了 要把他拉回来 不要把他推出去 之后 学校又发生过几次 学生聚重起哄 李仙周都表现了忍耐和宽容 有一次学生集会要求改善伙食 李仙周亲自和他们谈话 李仙周说 你们还闹事 让我放心不下 我对你们就像两手捧个刺猬 要丢是块肉捧着又扎手 因为战事 1944年下 国立22中决定分批西迁 李仙周选中了交通相对便利 物产相对富饶的陕西嘉南 大街既定 李仙周亲自带着参谋 坐着汽车 沿着预定的路线走了一圈 这一路上 在什么地方喝水 什么地方住宿 参谋都画成了地图 每个小分队都领到了一张 李仙周把谦后的学校 设在了汉阴几个最大的镇 可以说22中 把一个县的京华区全炸了 当地人自然不愿意 李仙周对士臣们说 你们的房子空着 不办学 南美要驻兵 办学总比驻兵好 陕南的学校少 升学难 22中一来 可以兼收当地的青年入学 地方的士绅 这才欣然接纳 通过李仙周 安排西迁的诸相事宜 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很大 学生们在回忆录里写道 经过他的这番身教 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有计划 什么叫做负责任 西迁前夕 李仙周又对全校各部 巡回讲话 他勉励学生们 说长途行军能够增强体力和毅力 要求学生们一个也不要掉队 一个也不要生病 一个也不要退却 准时到达目的地 接受他的检阅 1944年冬 22中西迁的学生 在汉阴安顿下来 继续学习 抗战胜利之后 学校再迁汉中 三迁成雇 1949年7月 国立一中 七中 二十二中 合并为汉中 临时中学 校址设在城固 国立二十二中的名义 消失 二十二中存在 历时七年 根据有关资料 二十二中成立的时候 收容了学生 2200人 教职员 42人 学生96% 来自于 沦陷区 85% 是山东人 在台北国立编译馆 出版的 中华民国教育史中 写道 22中毕业生的总数 是1717人 毕业的校友 遍布海内外 在许多行业里 取得了成就 除了很多的科学家 文学家 校长和教授 这些都要归功于 最初 李先舟的建校 因为李先舟 失去了兵权 所以抗战胜利之后 他被调任为 济南 第二绥靖区 副司令长官 成为副职 不直接掌握军队 实际上是降级 他降级的原因 李先舟自己说 主要是有两个 一个是蒋介石 对他不满 一个是 积怨于汤安博 李先舟认为 蒋介石对他的不满 是因为 他进入山东 一无所得 这让蒋介石 很不满意 至于说 与汤安博的积怨 李先舟认为 这是发生在满北 当时 汤安博 是输入玉碗边区 司令 而李先舟的部队 住在 釜阳一带 为他指挥 李先舟在釜阳 办了一个 驻鲁干部训练班 培训下级军官 这个训练班 实际上 是国民党 中央军官学校的 一个分校 毕业生分到军队里 当排长 汤安博 想培持自己的势力 所以想夺取 李先舟 这个训练班 后来何之国 把汤安博的这个想法 就透露给了李先舟 李先舟 自然有了准备 有一天 汤安博对李先舟说 训练班 由我来负责吧 李先舟就说 这个训练班 叫我当主任 这是军训部的命令 不能私自出让 就把汤安博 顶了回去 李先舟认为 汤安博从此 就怀恨在心 总是想办法 抽掉他的军队 后来呢 把李先舟 所辖的92军 调走 把该军的指挥权 上交 直接由军事委员会 指挥 92军 是李先舟的老本 而二八集团军 所属的其他部队 也经常调来调去 那么李先舟一看 汤安博 把他起家的92军 调走 认为汤安博 在拆他的台 所以呢 李先舟 也去找军事委员会 指明要汤安博所下的两个军 为他指挥 军事委员会同意了 这一下汤安博 真急了 死抱着 不放 军事委员会 对汤安博也无可奈何 这两个军 就又被汤安博夺回去 这就意味着 李先舟 他虽然是二八集团军的司令 但实际上 是光杆司令 他指挥的那些军和师 都有各自的后台 实则是别人的军队 因此 抗战胜利之后 李先舟二八集团军的番号 也就被撤销了 这也说明 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 互相倾压 是非常严重 抗战胜利了 国民党派十一战区 副司令长官李延年 到山东 做接收 国民党认为李延年 是山东人 有一个有利的条件 可是过了两个月 李延年 还停在徐州 李先舟和李延年 是皇母同窗 又是同乡 关系很不错 李先舟知道 李延年是有困难 当初李延年 没有离开重庆的时候 和李先舟见过面 李先舟就问他 带谁的队伍入山东 李延年说 带陈大庆的那个军 李先舟 立刻就告诉李延年 陈大庆 你指挥不了 李延年当时不相信 说是有蒋介石的命令 他敢不听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陈大庆在苏北 不向北来 李延年蹲在徐州 毫无办法 后来改为指挥 廖运泽 陈金城两个军 李延年才到了山东 抗战胜利的时候 李先舟率领28集团军 住在汉印 国民党又将顾稀九的一个军 方先舟的一个师 交给他指挥 方先舟的这个师 就是青年军第一师 蒋伟国当时在该师当营长 方先舟还曾经领着蒋伟国 去见过李先舟 当李延年在徐州 欲禁不能的时候 蒋介石叫李先舟 到重庆去见他 当时李先舟估计 有可能让他 带28集团军入山东 代替李延年 但是当他到重庆的第二天 报上就登出了消息 李延年已经从徐州出发 那么李先舟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叫他去给李延年当副手 李先舟不同意 他问蒋介石 李延年担当的是什么职务 蒋介石说他还是副司令长官 李先舟就说 李延年是一个副司令长官 我再给他当副的 不就成了副副的了 蒋介石也感到难以解答 只好说你考虑考虑吧 李先舟就走了 陈诚知道李先舟来到了重庆 就请他吃饭 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支持李先舟 说不要去 蒋介石知道李延年 从徐州到了济南 给李延年派一个副手去 并没有多大的必要 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李延年带着国军进了济南 没过多久就被调走了 因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们 到了济南之后 抢房子占财产 弄得民怨沸腾 国民党政府已经赶到了民愤的可畏 所以就把这些接收大员调开 正是国民党的军事机构有所改变 战区撤销 徐州成立了绥靖公署 派顾祝同担任主任 济南也成立了第二绥靖区 上吴司令官 就把李延年调回徐州 当绥靖公署的副主任 派王耀武到济南 任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官 这就是蒋介石 又叫李延周到重庆去见他 见面之后 蒋介石让他 到济南的第二绥靖区 当副司令长官 当时李延周就答应了 但是还是不满意 因为王耀武是黄埔三七的 让黄埔三七当正的 他是黄埔一七 却要当副的 很不像话 不过李延周又想当一个副的 清前一点也好 又加上济南的几个军长和师长 来电报 欢迎他 所以李延周也就走马上任了 王耀武在国军部队中 是以精明而著称 他知道他作为黄埔三七 在资格上不如黄埔一七的李延周 那么李延周担任他的副司令官 他比较担心李延周 会争夺他的地位 所以在军事上 不少事情并不让李延周知道 对李延周也很客气 称他为老大哥 但实际上竟而远之 李延周也无意与王耀武争权 所以司令部的事情 他不需过问 王耀武想扩大他的权力 李延周也不干涉 这样王耀武对李延周逐渐放心了 有一天 他对李延周说 他想兼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取代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何思源 他问李延周 想兼任一个什么行政官职 比如说省政府的秘书长 王耀武想通过这个手段 来拉拢李延周 换取对他的支持 不过李延周并不想牵扯在内 不过呢 他也帮王耀武把信带给了蒋介石 在接到蒋介石的时候 李延周向蒋介石表示 不愿意插手 山东省政府的事情 那么国民政府就把何思源调走了 王耀武成为了山东省政府主席 那李延周手里没有了兵权 本来想落了一个清闲 可是战事的发展 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 在随后发生了莱武战役中 李延周兵败被俘 莱武大战是发生在 黄东战场上的一次重要的战役 关于这次作战的过程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